我祝福神的神的名字 名字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是将士你的经典 你的身中却不可因此而有一点烦闷 以被你借此而警告 并以此做信使们的教训 你们当宗神从你们的主将士的经典 你们不要是真主而送从许多保佑者 你们很少觉悟 有许多城市曾被我毁灭了 我的刑法是在他们过夜的时候 或在他们午睡的时候降临他们 当我的刑法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唯一的变速是 我们原来是不义的 我必须问曾派去使者去教化过的民众 我必须问曾被派去的使者 我必去争知而告诉他们 我没有离开过他们 但那日成功过博是真实的 相公的分量交中者才是成功的 相公的分量交轻的人 将你生前不信我的迹象而窥舍自身 我却以使你们在大地上暗居 并为你们在大地上设生活所需 你们很少感谢 我却以创造你们 然后使你们成行 然后对众天神说 你们向阿丹叩头 他们就叩头 为Iblis不肯 主说 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叩头呢 他说 我比他优越 你用火造我 用你造他 主说 你从这里下去吧 你不该在这里自大 你出去吧 你却是卑贱的 他说 求你宽待我 直到人类复活之日 主说 你必定是被宽待的 他说 由于你使我迷雾 我必定在你的正路上 伺候他们 然后 我必定从他们的前后左右 进攻他们 你不至于发现 他们大半是感谢的 主说 你被责罚的 被弃绝的 从这里下去吧 你们中 凡事顺从你的 我必以你和他们一起 充满火欲 阿丹啊 你和你的妻子 重组乐园吧 你们可以随意的 吃园里的食物 但你们不要临近 这棵树 否则就要变成 不义者 但恶魔交错他俩 以致他俩 显出他俩被遮盖的阴部 他说 你俩的主 敬你们吃 这棵树的果实 只为不愿 使你俩变成天神 或永生不灭 他对他俩说 我确实忠于你俩的 他用欺骗的手段 使他俩堕落 当他俩尝了 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 他俩的音部 便对自己显露出来 他俩只好用 原理的树叶 遮盖自己的音部 他俩的主 喊叫他俩说 难道我没有 禁止你俩 吃那棵树的果实吗 难道我没有 对你俩说过 恶魔是你们俩的名敌吗 他俩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已自欺了 如果你不恕扰我们 不怜悯我们 那么我们就会变成 亏损的人了 主说 你们互相仇视的下去吧 大地上有你们 暂时的住处和享受 主说 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 将在大地上死亡 将从地下被取出来 阿丹的子松啊 我却已为你们而创造 遮盖音部的衣服 和修饰的衣服 敬畏的衣服 幽为幽美 这是属于真主的迹象 以便你们觉悟 阿丹的子松啊 绝不要让恶魔考验你们 犹如他把你们的始祖父母的衣服脱下 而揭示他俩自己的阴部 然后把他俩诱出乐园 他和他的部下 的确能看见你们 而你们却看不见他们 我却已使恶魔成为不信道者的盟友 当他们做了丑事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做的 真主也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你说真主不命令人做丑事 难道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妄言你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吗 你说 我的主命令人主持公道 在每次礼拜的时候 你们要专心致志的去向他 要心悦臣服的祈祷他 你们要像他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 凡凡还原 一伙人我曾加以引导 一伙人是该迷雾的 他曾加以弃绝 他们却以舍真主而以恶魔为保佑者 还以为自己是遵循真道的 阿丹的子宋啊 每分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 你们应当吃应当喝 但不要过分 真主却是不喜欢过分 你说真主为他的成名而创造的衣服和加美的食物 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 你说这些物品为信道者在金水所共有在复活日所独享的 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切迹象 你说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危的仇事和罪恶和污烈的侵害 以及用真主所谓证实的事物配真主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期限 当他们的期限到来的时候 他们不能延误一刻 当期未来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提前一刻 阿丹的子宋啊 如果你们同族的学者来对你们讲述我的迹象 那么凡敬畏而且修身者 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否认我的迹象 而且加以蔑视者 是火狱的居民 他们将永居其中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或否认其迹象者 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 这等人将遭遇天经中为他们预定的命用 直到我的纵使者来 使他们死亡的时候 将对他们说 你们从前水真主而击打的偶像现在在哪里呢 他们将说 他们已回避我们了 他们将要承认自己原始不信道德 真主将要说你们同精灵和人类中以前衰去的各民族一起进入火狱吧 每当一个民族进火狱去 总要咒骂他的姐妹民族直到他们统统到齐了 他们中厚劲的弄极先进的说 我们的主啊 这等人曾是我们迷雾 求您使他们受加倍的火星 主说每个人都受加倍的火星 但你们不知道 他们中最先的最对 最后的说 那么你们对我们并无任何优越 故你们答应自己的行为而尝试刑法 否认我的迹象而加以蔑视着 所有的天门必不为他而开放 他们不得入乐园 直到懒神能穿过真眼 我要这样报仇犯罪者 他们在火狱里要垫火乳 要盖火被 我要这样报仇不义者 信道而且行善者 我只按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逞 他们是乐园的居民 他们将永聚其中 我将拨出他们心中的怨恨 他们将住在夏林祝贺的乐园 他们将说一切赞颂权归真主 他引导我们获此善报 假如真主没有引导我们 我们必不至于终寻正道 我们的主的纵使者却已招设了真理 或者将大声的对他们说 这就是你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得的 继承的乐园 乐园的居民将大声的对火狱的居民说 我们已发现我们的主 所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了 你们是否也发现 你们的主应许你们的是真实的吗 他们说是的 于是一个喊叫者 要在他们中间喊叫说 真主 继绝归于不义者 他们妨碍真主的大道 并且称他为邪道 并且不信后事 他们中间将有一个屏障 在那个屏障的高处 将有许多男人 他们借双方的仪表 而认识双方的人 他们喊叫乐园的居民说 祝你们平安 他们羡慕乐园 但不得进去 当他们的眼光 转向火于居民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是我们 与不义的民众同在 在高处的人 借仪表而认识许多男人 他们将喊叫那些男人说 你们的同级和骄傲 对于你们毫无疲义 这些人就是你们蒙世说 真主不加以辞民的梦 他们已奋断命令说 你们进入乐园吧 你们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火于的居民将要喊叫乐园的居民说 求你们把水 或者真主所供给你们的食品 倒下来一点给我们吧 他们回答说 真主却已禁止我们把这两样东西 赠送不幸道者 曾以宗教为细细和娱乐 而且为城市生活所欺骗者 我今天忘记他们 因为他们曾忘记有今日之相遇 还因为他们否认我的迹象 我曾昭示他们一部 具我真知而在意解释的经典 作为对信道的民众的向导和慈恩 他们只等待那部经典的效果 他们的效果到来的日子 从前忘记这部经典的人将说 我们的主的纵使者 却已昭示真理了 我们由几位说情的人来替我们说情 或充许我们返回城市去 舍罪恶而立善功吗 他们却已亏损了自身 他们所捏造的事已回避他们了 你们的主却是真主 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 然后身上宝座 他使黑夜追求百昼而遮蔽他 他把日夜和新宿造成圣存他的命令的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 多福在真主全世界的主 你们要前程的秘密的祈祷你们的主 他却是不喜欢过分着的 在改善地方之后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你们要怀着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 圣主的慈恩却是灵近行善者的 他是分在他的慈恩之前做暴戏者 直到他宰了沉重的乌云 我就把勇赶到一个依死的地方去 于是从勇中降下雨水 于是借雨水而造出各种过失 我这样是依死的 复活 以便你们觉悟 肥沃的地方的植物 奋真主的命令而生长 搏击的地方的植物出得很小 我这样为感谢的民众 解释一切迹象 我却于派遣奴哈 去教化他的宗族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我的确担心你们遭受重大日的刑罚 他的宗族中的众领袖说 我们的确认为你在明显的迷雾中 他说 我的宗族啊 我一点也不迷雾 但我是全世界的主派前的使者 我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们 并且忠告你们 我从真主的启示中知道 你们所不知道的道理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训 借你们祖宗的一个人的口 而降临你们 以便他警告你们 以便你们敬畏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难道你们对于这件事觉得惊讶吗 但他们否认他 故我拯救他 和与他同传的人 并使那些否认我的迹象者 彤彤焉死 他们却是盲目的民众 我却一派成 阿德仁的弟兄忽德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要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难道你们还不敬畏吗 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贵族们说 我们的确认为你是愚蠢的 我们确信你是说谎者 他说 我的宗族啊 我一点也不愚蠢 但我是全世界的主派遣的使者 我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们 我是你们的忠实的劝告者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训 借你们祖中的一个人的口 降临你们 以便他警告你们 难道 你们对于这件事觉得惊讶吗 你们要记忆那时 他在奴哈的宗族灭亡之后 以你们为代智者 他是你们的体格更加的魁梧 你们要明替真主的恩典 以便你们成功 他们说 你来教我们只崇拜真主 而抛弃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吗 你把你所用来警告我们的刑法 拿来给我们看看吧 如果你是说实话的 他说 刑法和浅怒 必从你们的主来临你们 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许多名称 真主便为加以证实 难道你们要为这些名称与我争论吗 你们等待着吧 我的确与你们一起等待的 我以我的慈恩拯救了他和他的同道 并灭绝了那些否认我的迹象 并且不信道的人 我却以派遣三么多人的弟兄萨利哈 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要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名证 却以赠美你们 这只真主的母陀 可以做你们的迹象 故你们让他在真主的大地上随便吃草 不要伤害他 否则痛苦的刑法 必细心你们 你们要记忆那时 他在阿的人之后 依你们为代制者 并且使你们居住在地方上 你们在平原上建筑大厦 并将山岳造成房屋 你们要铭记真主的种种恩典 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他的宗族中 骄傲的贵族们 对本族中被羁押的人们 去信道的人们说 你们知道 三里哈是他们的主派来的使者吗 他说 我们的确相信 他的使命 那些骄傲的人说 我们绝不信你们所信的 他们宰了那只母托 违抗他们主的命令 他们并说 三里哈 你把你用来警告我们的刑法 拿来给我们看看吧 如果你是使者的话 于是 霹雳吸击了他们 一旦之间 他们就将握在个人的家里 于是 他离开他们 并且说 我的宗族啊 我去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 并忠告你们 但你们不喜欢忠告着 我去派遣卢特 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怎么做那种丑事呢 在你们之前 全世界的人 没有一个人做过这种事 你们一定要舍妇女而已 男人满足信誉 你们却是过分的民众 他的宗族唯一的答复是 你们把他们逐出城外 以为他们却是纯洁的民众 我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 没有拯救他的女人 他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法的 我曾降大雨去伤害他们 你看看犯罪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我去派遣三么多人的兄弟 说而不去叫化他们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要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民证 却已来临你们了 你们当使用充足的斗和城 不要苛扣别人应得的货物 在改善地方之后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是信道者 你们不要伺候在每条道路上 恐吓别人和阻止 确信真主的人入真主的大道 而且想暗示他是几路 你们应该记得 你们原是少数的 随后他是你们的人口增多 你们看看作恶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伙人 确信我的使命 有一伙人不信他 那么你们要忍耐 直到真主为我们判决 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他的宗族中骄傲的贵族们说 说阿布啊 我们一定要把你和你的信徒们逐出城外 除非你们再信我们的宗教 他说 既是我们厌恶你们的宗教 也要我们再兴奋他吗 真主是我们脱离你们的宗教后 如果我们再去信他 那么我们却以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了 除非真主 我们的主抑郁 我们不会再信你们的宗教 我们的主的知觉是包罗万物的 我们只信托真主 我们的主啊 就你在我们和我们的宗族之间 以真理而判决吧 你是至善的判决者 他的宗族中不信大的贵族们说 如果你们双从了书阿布 那么你们一定是亏损的人 于是地震袭击了他们 停课之间 他们就僵过在个人的家里 否认书阿布的人 好像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居住过一样 否认书阿布的人却是亏损的 于是他离开他们 并且说 我的宗族啊 我缺于把我的主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 并向你们提出了忠告 我怎能哀悼不信道的民众呢 我每派遣一个先知到一个城市去 而他被人否认 我总要以贫穷和患难成之期居民 以便他们谦逊 随后我转货为福 直到他们负责 并且说 我们的祖先却已遭过患难 想过康乐了 于是当他们不知不觉时 我惩治他们 假如各个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 我必为他们开避天地的福利 但他们否认先知 故我因他们所做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 各城市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刑法 当他们在夜间酣睡的时候降临他们吗 各城市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刑法 在上午在他们游戏的时候降临他们吗 难道他们不怕真主的计谋吗 只有亏损的民众才不怕真主的计谋 既先民之后而为大地的主人公的人们 假如我抑郁 我必因他们的罪恶而惩治他们 并且封闭他们的心 故他们不听劝诫 难道你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这些城市 我已把他们的部分故事告诉了你 各民族的使者却以用许多名证昭示 本民族的人 但他们不会相信自己以前所否认的 真主就这样分辨不信道者的心 我没有发现他们大半是旅行约言的 我却发现他们大半是犯罪的人 后来我派遣摩萨 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见法老和他的纵公亲 但他们不肯信那些迹象 你看看作恶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摩萨说 法老啊 我却是全世界的主所派遣的使者 我只应该借真主的名义而宣言真理 我却已从你们的主那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名证 所以你应该释放以色列的后裔 让他们离 同我一起离去 他说 如果你已带来了一种迹象 就把他拿出来吧 如果你是诚实的人 他就抛下他的手杖 那条手杖突然变成一条芒 他抽出他的手来 那只手在观众的面前突然显出白光 法老的百姓中的纵礼秀说 这却是一个高明的术实 法老的百姓中的纵礼秀说 这却是一个高明的术实 他们说 请你宽容 他和他的哥哥 并派招募员往各城市里去 他们会把所有高明的术实 都招到你的育前来 术实们来见法老 他们说 如果我们获胜 我们会得报酬吗 他说 是的 你们必定属于亲信之列 他们说 穆萨 你先抛你的手杖呢 还是我们先抛我们的呢 他说 你们先抛吧 当他们抛下去的时候 便唤出的大蛇 迷惑了众人的眼睛 而且使人们恐怖 他们施展了大魔术 我此事 摩萨说 你抛出你的手杖吧 于是那条手杖 立刻浇灭了 他们所幻化的大蛇 于是 真理昭著 而他们所演的魔术 变成无韵的 法老等当场败北 以便成为屈辱者 树士们不由地败倒了下去 他们说 我们以信仰全世界的主 即 摩萨和哈伦的主 法老说 没有获得我的许可 你们怎么就信仰了他呢 这一定是你们在城里预谋的 想借此把这城里的居民驱逐出去 不久你们就知道了 我一定要交互着砍掉你们的手脚 然后我必定把你们统统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说 我们的确要归于我们的主 你无非是责备我们信仰了我们的主所降世的迹象 我们的主啊 求你把坚忍轻住在我们的心中 求你在我们服从的情况下使我们死去 法老的百姓中的众礼秀说 难道你要认随摩萨和他的宗主在地方上作恶 并抛弃你和你的众神灵吗 他说 我们要屠杀他们的儿子 保全他们的妇女 我们却是统治他们的 摩萨对他的宗主说 你们要求助于真主 要忍受虐待 大地却是真主的 他是他所抑郁的仆人 继承他 优美的结局只归敬畏者 他们说 你到来之前我们受虐待 你到来之后我们仍然受虐待 他说 你们的主或许会毁灭你们的仇敌 而以你们这个地方的代致者 看看你们的工作是怎样的 我却用荒年和欠收去惩治法老的成名 以便他们觉悟 当幸福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这是我们应得的 当灾难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归咎于摩萨及其教徒们的不祥 真的 他们的慰用是真主那里注定的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罢了 他们说 无论你拿什么迹象来迷惑我们 我们绝不信你 不我以水灾 蝗虫 狮子 青蛙 血液等作为民传去磨难他们 但他们自大 他们是犯罪的民众 当他们遭遇天灾的时候 他们说 摩萨你的主与你有约在天 请你祈祷他 如果你替我们消除天灾 那么我们就一定信仰你 一定释放以色列的后仪 让他同你去 当我替他们暂时消除灾难的时候 他们突然被约了 于是我惩罪了他们 使他们成龙在海里 如果他们否认我的迹象 并且忽视他 我是被欺负的民众 继承了我从降服其中的土地的四季 以色列的后仪能忍受虐待 故你的主对他们的最佳诺言 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毁灭了法老和他的百姓 所构造的和他们所建筑的 我曾使以色列后仪渡过海去 当他们经过一伙 崇拜偶像的民众时 他们说 摩萨啊 请你为我们设置一个神灵 又如他们有许多神灵一样 你说 你们却是无知的民众 那些人所崇拜的神灵 是要被毁灭的 他们所行的善功是无效的 他说 真主曾使你们超越全世界 我怎能舍真主 而替你们求别的神灵呢 当时 我是你们脱离法老的神灵 他们使你们遭受酷刑 屠杀你们的儿子 保全你们的女子 此中有从你们的主降下的大难 我以摩萨约期三十页 我又以十页补足之 故他的主的约期共四十页 摩萨对哥哥哈伦说 请你替我统帅我的宗族 你要改善他们的事物 你不要终寻作恶者的道路 当摩萨为了我的晦气而来 而且他的主对他说了话的时候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招式我 以便我看见你 主说你不能看见我 但你看那座山吧 如果他能在他的本位上坚定 那么你就能看见我 当他的主对那座山 微露光滑的时候 他是那座山变成粉碎的 摩萨晕倒在地上 当他苏醒的时候 他说 我赞颂你超绝万物 我向你悔罪 我是首先信道的 主说 摩萨啊 我却以借我的使命和面欲 而使你提拔在众人之上了 你要接受我所赐你的恩惠 便当感谢我 我曾为他在法板中 制定各种教训和解释 你要坚持他 并命令你的宗族 遵循其中最美的条列 我将招式你们罪人们的国家 我将使那些人 在地方上望着宗大的人 离弃我的迹象 即使他们看见一切迹象 他们也不信他 如果他们看见正道 他们不把它当作道路 如果他们看见邪道 他们把它当作道路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 而且忽视他 否认我的迹象和后世会见的人 他们的善功是无效的 他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摩托的宗族在他离开之后 他们用手势住了一个牛犊 一个有毒生的躯壳 难道他们不知道 他不能和他们说话 不能引导他们道路吗 他们以他为神灵 他们是不义者 当他们已经悔恨 而且知道自己却已迷惑的时候 他们说 如果我们的主不辞弥 我们不饶恕我们 我们一定变成亏损的人了 当摩萨愤怒 而又悲伤地去见他的宗族的时候 他说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替我做得真恶劣 难道你们不能静候 你们的主的命令吗 他扔了法板 揪住他哥哥的头发 把他拉到身边 他说 包地啊 宗族们确议欺负我 他们几乎杀害了我 你不要使我的仇敌称坏 不要把我当作不义者 摩萨说 我的主啊 就你说有我和我哥哥 就你是我们进入你的恩赐之中 你是聚人聚子的 放牛肚为神灵的人们 将受他们的主的铁怒 在今世必受凌辱 我这样报仇 诬蔑真主的人 作恶后 能悔改 而且信道者 他们的主在他们悔改之后 对于他们 却是制舍的 却是致辞的 摩萨怒气 平息后 把法板拾了起来 对敬畏者 法板里 有引导和慈恩 摩萨从他的宗族中 选了七十个人 来赴我的约会 当他们为地震所 袭击的时候 他说 我的主啊 假若你抑郁 那么以前 你已经毁灭了 他们和我 难道 你要为我们中的 愚人的行为 而毁灭我们吗 这只是你的考验 你即死 而是你抑郁者 物如歧途 而是你抑郁者 走上正道 你是我们的保护者 求你是 饶恕我们 辞民我们 你是最善的 饶恕者 求你在今世和后世 为我们注定幸福 我们确定对你悔过了 主说 我的刑法 是用去惩治 我所抑郁惩治的人 我的慈恩是包罗万物的 我将注定以我的慈恩 归于敬畏真主 完纳天克 并且信仰我的迹象者 他们顺从实则 不实字的限制 他们在自己所有的 陶拉提尔影之力中 发现关于他的记载 他命令他们行善 禁止他们作恶 准许他们吃加美的食物 禁忌他们吃污秽的食物 卸脱他们的重担 解除他们的智库 顾凡信仰他 宗敬他 援助他 并且宗雄与他 一起降临光明的人 都是成功者 你说 做人啊 我却是真主的使者 他派遣我来教化你们全体 天地的主权 只是真主的 除他之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能使死者生 能使生者死 故你们应当 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 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 及其言辞的 但不实字的先知 你们应当顺从他 以便你们遵循正道 摩萨的宗族中 有一伙人 本着真理引导他人 因真理而主持公道 我把他们封为十二支派 当摩萨的宗族 向他骑水的时候 我启示他说 你用你的手杖 打那磐石吧 十二股泉水 就从那磐石里涌出来 各部落都知道 自己的淫水处 我以白涌遮蔽他们 又降下甘露和安城给他们 我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 加美的食物 他们没有亏负我 但他们自亏了 当时我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市 而任意地吃其中的食物 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 并且说是我重负 我就饶恕你们的种种罪过 我要后报善人 但他们中不义者改变了 他们所愤的主言 故我因他们的不义 而降天灾于他们 你向他们询问 那个滨海城市的情况吧 当时他们在安息日 违法乱记 当时 每分他们安息日的时候 鱼儿都浮游到他们的面前来 每分他们不安息日的时候 鱼儿就不到他们的面前来 由于他们不义的行为 我才这样考验他们 当时他们中有一伙人说 真主要加以毁灭 或加以严惩的民族 你们何必劝解他们呢 他们说 因为求得你们的主的原谅 而且希望他们能敬畏 当他们不采纳忠告的时候 我拯救了戒人作恶者 而以严刑惩罚不义者 因为他们犯了罪 当他们妄自宗大 不肯遵守戒律的时候 我对他们说 你们变成卑贱的猿猴吧 当时你的主宣布他一定派人来 使他们继续遭受酷刑 直到复活日 你的主的惩罚却是神速的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致辞的 我曾使他们散处四方 成为若干派别 他们中有善人 有赐予善人的 我用种种祸福考验他们 以便他们觉悟 在他们死亡之后 有不屑的后仪 代替了他们而聚成了天津 这些后仪获取金氏福利 还说我们将门疏扰 如果有同样的福利 来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还将赚取 难道天津中 没有明文教导他们 只能以真理归于真主吗 难道他们没有送洗过那些明文吗 后世的安宅对于敬畏者是更优美的 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坚持天津 谨守拜公者 我必不会使他们当中的行善者 徒劳无仇 当时 我使那座山在他们的上面震动 好像散盖一样 他们猜想那座山要落在他们的头上 我说 你们当坚持 我赐予你们的经典 并当牢记其中的教秀 以便你们敬畏 当时你们的主 从阿丹子孙的背脊中取出他的后裔 并使他们招任 主说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 他们说 怎么不是呢 我们已作证了 我 所以要他们招任 是因为不愿你们再复活 就说 我们生前疏忽了这件事 或者说 只有我们的祖先从前曾以物佩主 我们不过是他们的后裔 难道你要因荒诞者的行为而毁灭我们吗 我这样解释许多迹象 以便他们悔悟 你应当对他们宣读那个人的故事 我曾把我的许多迹象赏赐他 但他鄙弃那些迹象 故魔鬼赶上他 而他变成了迷雾者 假如我抑郁 我一定要借这些迹象而提升他 但他依恋成事 顺从私欲 所以他像狗一样 你呵斥他 他就伸出舌头来 你不呵斥他 他也伸出舌头来 这是否认我的迹象者的比喻 你要讲述这个人的故事 以便他们醒悟 否认我的迹象 而且自欺的民众 欺比喻争恶劣 真主引导谁 谁是遵循正道的 真主使谁迷雾 谁是亏损的 我却以为火欲 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 他们有心却不去思维 有眼却不去观察 有耳却不用去听闻 这等人好像声序一样 甚至比声序还要迷雾 这等人是疏忽的 真主有许多极美的名号 故你们要用那些名号呼吁他 忘用真主的名号者 你们可以置之不理 他们将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我所创造的人 其中有一个民族 他们本着真理 引导他人 主持公道 否认我的迹象 我要使他们不知不觉的 见趋于毁灭 我幽容他们 我的继母却是周密的 难道他们没有思维吗 他们的同伴绝没有分定 他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 大地的主权和真主创造的万物吗 难道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的受限或许临近了吗 此外 他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 真主要是谁迷雾 谁没有向导 并认识他们彷徨与惨暴之中 他们问你复活在什么时候实现 你说只有我的主知道 他将在什么时候实现 你说只有我的主知道 那个时候 只有他能在预定的时候 显示他 他在天地间是重大的 他将突然降临你们 他们问你好像你对他是熟悉的 你说只有真主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实现 但众人大半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说除真主所抑郁的外 我不能掌握自己的祸福 假如我能知优选 我必多谋福利不遭 灾殃了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 和对信道的民众的报喜者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是那个人的配偶 与他同类 以便他依恋他 他和他交接后 他怀了一个轻飘飘的用 他能照常度日 当他感觉身子重的时候 他俩祈祷真主 他俩的主说 如果你赏赐我们一个健全的儿子 我们一定感谢你 当他赏赐他俩一个健全的儿子的时候 他俩为了主的赏赐而替主 树立了许多伙伴 但真主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 难道他们已被创造 而不能创造任何物的东西 去配真主吗 那些东西不能助人 也不能自助 如果你们叫他们来遵循正道 他们不会顺从你们 无论你祈祷他们或 保守还没 这在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是真主而祈祷的 却是跟你们一样的奴仆 你们祈祷他们吧 请他们应答你们的祈求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他们有脚能行呢 还是有手能擒呢 还是有眼能见呢 还是有耳能听呢 你说你们呼吁你们的配主 然后你们合力来抹害我 你们不用宽恕我 我的保佑者却是真主 他将是经典眷顾善人 你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 不能助你们 也不能自助 如果你们叫他们来遵循正道 他们不能听从你们 你以为他们看着你 其实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你要原谅 要劝导 要避开于人 如果恶魔踪恶你 你当求必于真主 他却是全聪的 全知的 敬畏者遭遇恶魔蛊惑的时候 能恍然大悟 立刻看见真理 恶魔要认随他的兄弟迷雾 然后他们不肯罢休 当你为昭示一种迹象的时候 他们说 你怎么不创造一种呢 你说 我只遵守我的主 所启示我的经典 我是为信道的民众 而从你们的主将士的名证 和引导和慈恩 当别人送到古兰经的时候 你们当负尔戏听 严守寒墨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你们当朝夕恭敬而恐惧地纪念你的主 应当低声赞送他 你不要疏忽 在你的主那里的纵天神不是不屑于崇拜他的 他们赞送他超绝一切 他们只为他而叩头 是什么 你不要疏忽 宝贝